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啦 大家今天 过得 还好吗 那今天我们大众占卜题目是 来自于月老 给予你的爱情讯息 台面上总共有 三个选项 有左 自幼 V Q U 同时呢 今天也是月老的 生日 那今天如果说 你们有乖乖的 有看洋洋的影片 就是月老特辑的话 你们应该都有去拜拜 因为在今天如果说是 你有特别去拜拜的话 其实月老都是比较能够听到 你们的心声跟你们的愿望的 那这边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看 今天月老是要 带给你们的爱情的讯息 我们来看到 选到 V 这一组 牌子的朋友 在验证牌中 你目前对于爱情的期待 事实上在这边验证牌可以看出来 有可能在过往 你们总是在爱情中不断的失败 并且你的失败是因为 你在过往时候总是和别人先当好朋友 又或者是说 你是那种感情是发展很快的那一型的人 那通常像如果说你是发展很快的那一种的话 其实对方他也跟你一样 他是可能是属于在那种有新鲜感常常跟你在一起 或是常常跟你有暧昧 但等到那个新鲜感过了之后 对于他而言这一切都是 有如虚无缥缈的东西一样 或者是就是 尤如海事圣 圣龙一般那种很快的 想象之中就结束了 就像是 夏季的 烟火般一样 那如果说是属于那种当好朋友的话 那就是可能对方都只把你当成很要好朋友 但是你一直很希望说可以跟对方交往在一起 然后最后你们的关系 对方仍然还是会告诉你说 我只想跟你当最好的朋友 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因为在于你的心里面的话 你是真正渴望的是说 跟对方是有如像是那种好朋友跟爱人般之间的那种感觉 就是当对方他需要被别人关怀照顾的时候 你可以像爱人一般 但平常在相处的时候 你们可以像是好朋友一般 就是那种相处之下是没有任何的压力 或者是 不会有任何让人觉得 有 没办法喘息的空间 因为事实上你会很希望说跟对方 他身边的好朋友可以变成是 蛮不错的关系 但是在这前提之外呢 你也希望说自己是可以获得到对方的爱 或者说 获得 得到对方的青睐 或者是说 你会希望在感情里面的话 不要有太多的变化 你觉得大家好来好去就好 就是不要有那种太多的变化 或者说那种 不同的起伏 因为其实对于你而言的话 这一期也都是另外一种的压力 所以你其实 是寻找 或者说你其实心中 渴望是那种 相当纯粹的感情 或者说那种相当纯粹的感觉 但是你越是寻找 或说越是期望像这种纯粹的 感觉的话 那其实对方或者是 很多人他们 都是属于 比较喜欢 素食爱情的 所以对于你而言 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世间道到底是为什么会对你好像这么的不公平 好 那接下来如果说 这边是有符合到 你的 对于说感情的 状况 或说期待的话 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那今天来看到说 来自于月老要给予你的爱情的讯息是什么呢 那这边在排面上 月老想要告诉你说 事实上你是一个相当努力的人 那也就是其实你有你自己的一套 应该说你有你自己的 那种的磁场 气场 或说你有你自己的价值 那其实也不要因为说 过往别人所对于你的否定 或说你一直都没有找寻到你自己的归宿 而让你自己去觉得说自己好像是 被这世间给遗忘 或者说被这世间没有 没有被这个世间给眷顾着 因为月老想要告诉你们说 其实你们自己本身是值得被别人爱 然后你们自己有你们自己的价值 只是可能你们现在还在属于在一个爱情的课题中 又或者是说你们其实 你的灵魂 他正在等待着真正适合你的人出现 所以前面才让你瞎了狗眼 或者说前面才会感觉好像仿佛很多事情都受到阻碍 情感上是没有办法很顺利顺遂的 所以其实这边也 我们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说 其实在拜月老的话 有一些蛮部分 应该说有一部分的人 他们是 应该是稳定交往状况 是特别害怕去拜月老 或者说特别害怕去拜 旅动兵 因为他们就会害怕说 他们感情会被拆散 但是其实月老或者说像旅动兵 他们只会拆散不属于你的感情 因为这种感情可能终究会让你带来痛苦 那既然要让你痛苦 那不如迟早就先让你 先就是还没在开始之前就先让你 结束掉这段关系 所以其实就是有点像是这个的意思 就是说其实你自己本身是值得被爱 那其实灵魂或是宇宙 或者是你所信仰的神灵 他们正在把更好的人 牵引到你们的身边 所以你们并不是 没有价值的 你们是正在准备要等待着遇见更好 或是更属于你们的人 所以其实在这边神韵卡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其实他们想要 应该说月老或神韵卡想要告诉你 就是你必须要建立好你自己的自信心 然后把你自己的生活圈给建立起来 然后你自己的一个思维的方式 不要因为爱情 或说因为他人去降低你自己 然后让你自己变得很不堪 或说让你自己变得很疲惫 就是其实当我们在面对说一段感情的话 你除了 我们必须要适当的去讨好对方是没有错 但是你自己本身的这个在爱情中的价值 如果说你一直不断的去降低你自己的姿态 那这边同时就会让别人觉得说你是很好欺负 或说你是容易 唾手可的 就像是 我们去吃麦当劳 或者是说像是那种 素食店一样 你看像那种越便宜越容易得到 或是越方便的话 是不是我们很常就不小心把它给遗忘了 就有点像是像是竹筷子 或者是像 免洗玩具这种的感觉 所以这边会希望说 你们一定要去建立好 你们自己的底线 然后你们自己的 生活圈 或说你们自己的生活模式 你自己要设定好 那大家偶尔可以去做个调整 那其实最主要说你必须要给予你自己有相当强大的自信心 那这个自信心并不是要你去 很高傲的态度去看其他人 而是说 你可以用种同理心 但是不要因为爱情去伤害你 就让你完全 一整天就没有想吃饭 或说一整天就是 一直心情都很不好 不能因为这样子 而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并且呢 如果说你真的能够去提升你自己的 能力呀 或说提升你自己的这个方面的能量的话 事实上那个人属于你的很快就会到了 甚至有一部分的人的话 你身边事实上已经有这样的人出现 所以其实你们的另外一半 已经在来的路上 或者说是已经在你身边 但是这边前提之下是你必须要先去提升你自己的 个人的能量 或说提升你自己 内在的自信心 那这样的话你才有办法去看到你的爱 或者是说你的爱才会找上你 因为真正属于你 或说真正适合你的爱的话 是希望说你自己本身是有相当强大的自信心 然后因为你有这样强大的自信心之后 你才有办法去看待去面对说 你们的这一段关系 所以这边如果说你们是同性恋者的话 那这边更是要 你们必须要有强大的心 因为你们本身可能在对说社会 普遍的价值观 道德观 可能是 比较难被 接受的 那这样其实在自己的爱情的部分 就变得自己的自信心要非常的强大 因为如果说无论遭受到任何的言语的攻击 或者说遭受到别人不一样的 眼神 那其实你们才有办法去 好好的面对说这一份的感情 就像是杨阳在 以前有看过一个新闻 好像在英国 就是女同志 他们其实在地铁上 在英国的地铁那边他们有接吻 然后突然就是 好像是有几个 男生 男士 他们可能就看不惯 这种 同性恋的行为 所以他们就直接殴打 这个 接吻的女同志 那其实这个就对说这社会是非常的不公平 那当然这边也在暗示着说 其实 在同性的部分 或说没有办法被社会普遍接受的关系的话 这样子其实都容易会造成 你们自己的自信心或者是内战会有遭受到一些打击 那你必须要去提升你自己 那无论在未来 遇到了任何的困难跟挫折 或说在爱情里面 你们可能没有办法被别人给接受的时候 但只要你们够强大 你们够愿相信自己的眼光 跟信心 那这样你们感情就不会容易受到 任何外在的因素 而分离 好那这边的话以上就选到这一组 牌组的讯息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那也祝你们中秋节快乐 那今天中秋节的话都是月老生日 所以如果说你们还来得及的话 记得赶快上 月亮许愿或者是有机会的话 赶快就是 今天应该说下一次 或是平常 你可以再去拜一下月老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们来看到 有什么样的争执 或者说真的有什么样的不愉快的话 你们会希望说 对方是愿意可以跟你好好的沟通 或者说对方是可以好好的跟你 来讲说他自己心中内心的话 因为你会觉得说在爱情里面 你不希望说一段感情 是就这样子轻易的结束了 你们会希望说在感情里面的部分的话 是可以两人之间都是 把自己心中真正想法 或者是说可以不断的去调整 彼此的相处的模式 因为你们不希望说随便有一个的摩擦 或者说有一些的不适合 两人之间在没有讨论的 或者说在没有去做这边的改善之后 那就结束你会觉得这样子是真的蛮可惜的 所以不知道说选到Q这一组牌组朋友你们 是不是在你们过往的感情里面的话 只要跟对方一言不合 那对方可能就突然之间跟你就说 那要分手 或者说那就要离开 或者说就开始断练 然后就不跟你联络 或者说你们可能也有这样的习惯 等等之类的 就是看有你们其中一方会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那以及呢你会 也会希望说在一段感情里面的话 也是尽可能你不想要有 任何太多的 变动 这个变动就是说 彼此这些习惯不要有太大的巨大改变 或者说会希望两个人一起去做什么样的改变 就是不要有其中一个人就突然就这样子变掉了 那另外的说法就是有可能 你们会希望说这段感情就是可以在被保护 或者说没有被公开的情况下 就是说有可能是同性恋者 或者说可能是 比较没有办法被世俗所接受的感情 那或者说你们可能现在是因为 爱情应该说被家里给逼迫着 所以你们会希望说等感情 比较稳定的之后 然后再去公开这件事情 因为有可能你们以前在过往之后 公开了就很快就散了 那就变成很多人的 笑柄 或者说可能被很多人给 当成 饭后的 笑话 或者说饭后的谈话的 主题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其实在你们外的感情的话 你们会希望彼此之间 只要有碰到任何不愉快 或者是说 任何 比较没有办法接受 需要去做调整的 或者说去做任何协调的部分的话 希望都可以公开的说出来 然后同时呢 也可以希望说在感情里面 可以感受到 浪漫的感觉 以及就是 可以被这个社会 应该说是被这个社会或者是 彼此之间都有强大的自信心 能够去支撑 支持的这段感情 所以以上就选到这组牌组朋友 你们验证牌的部分 那如果说有符合的话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那今天我们来看到说 月老想要给予你的爱情的讯息 是什么呢 那这边在牌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事实上有可能你们现在 在对所所谓爱情上面 可能没有那么的积极 或说你们可能的一个自信心 可能不足 或是说你们现在是 比较属于 关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的 这个状况的话 是因为有可能是来自于说 前面人所带给予你的伤害 无论你是单恋 或者是被分手 或者是有可能被断联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关系 但是呢 你们在过往的那种感情中的失败的话 你们还没有完全的放下 所以月老会希望说 你们一定要去尝试着 去原谅那些人 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办法原谅的话 那么就是选择放下那一段过往 因为 在过往的那样子的一个伤痛 或者说那样的一个情况下 已经去严重影响到现在的你的这样的爱情里面的 过程 那同时有去影响到说在面对说爱情部分的话 你会变得很没有自信心 或是会严重的 让你会不知道说该怎么样的去 面对 这样的 未来的跟爱情的关系 因为就变成你可能在未来的关系中 你会有时候会 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快去信任一个人 那当然我们也不一定要很快 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 马上就是没办法 去信任他人 会造成说 你在感情里面会容易一生一归 或说你会变成是以你自己为重 因为其实在感情里面的话 彼此之间是必须要 一起互相协调 就像你一直都很希望的 那当然 就在对于这一组牌组朋友你们 你们本身是希望那个样子 但是你们其实对于你们而言 自己本身也是无意间很难做得到这件事情的 所以这边会建议你们说其实在过往的你们所碰到任何 爱情相关的课题 或者说那些难关 或者说让你难以承受的事情的话 这些而言 事实上都是在考验你 或者说其实都是在 让你从一个小孩子 或者说在对于说 感情中的单 单纯这个部分的成长 因此呢有可能其实你们自己本身在对于说感情部分的话 你们其实真的一直都抱持着很纯粹 或者说可能一直都是很单纯的 想法 其实你们这种人可能是最希望说有一份安逸的感情 或者说 这真的不要有任何 变动的感情 但是因为在你们生活中 或说在你们过往经验的话 总是用许多的事情来去干扰着你们的 这边关系 或者说来去 让你在对于说爱情这个部分的话 重新 打破了 你在对于说爱情中的想象跟 认知 所以因此呢 其实这也是宇宙所带给予你的课题 跟引导你往正确的方向 所以真的会希望说你一定要 试着慢慢的去放下过往在感情里面比较不愉快 或者是说 自己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些事情 你不一定要原谅他们 或说你不一定说要去忘掉这件事情 但是你一定要去学会放下这样子的 受伤的感觉 或说那种的不愉快 那当然这边会 告诉你说 有可能是因为你在过往你孩童失去的时候 你可能就很常有受到霸凌 或说你可能 被别人给忽视掉 又或说你可能在以前小时候 很常被别人给欺骗 或说被别人给误会 然后因此呢 导致于说你现在在对于说感情部分的话 你会变得有时候 会当个侍卫 或说会比较去保护你们自己 但是因为有时候当我们过度的保护的时候 就很难让别人走进到我们的内心之中 因为所谓的爱情应该是要让你的人生看起来更有价值 或说让你内在的魅力的话 是看起来如此的更加闪耀 虽然不是有一句话说 恋爱中的女人看起来是最最美 然后恋爱中的男人是看起来最帅气的吗 因为就是因为当我们一个人的灵魂 当有那种恋爱的感觉 因为爱情是三大情感之一的其中一个 所以才会这么说 所以当你有那种恋爱的感觉的时候 那你自己本身的灵魂的那种心灵的满足感会提升 那你的荷尔蒙也会有散 会有散发出来一个不一样的气息 所以不自觉让别人觉得说 你这个人是看起来很开朗 或说不自觉让别人说你这个人很好亲近 然后会想跟你再更进一步的 接触 所以这边的话是想告诉你们说 再选到这一组牌组推论你们 就是试着学会 放下过往 让你们觉得真的很难去放下伤痛 如果说真的还没有办法的话 那就先尝试去认识不同的人 你会慢慢知道说 其实在感情的部分的话 并没有的唯一 但是也 没有 没有所谓的唯一 但也没有所谓的绝对 只有看你自己到底能不能去愿意接受 或说你有没有办法去面对说感情的部分 因为事实上看出来你们是真的还蛮想谈感情 虽然可能表面上看起来说好像 其实我对感情没差 我好朋友就好啦 但是事实上 你们的内心中是真的很渴望 有人可以去爱你们 或说很渴望被别人给疗愈 但这边想告诉你们说在 你希望别人来 疗愈你之前的话 你必须要先去疗愈你自己 因为如果说 你都没有去疗愈你自己的话 别人要怎么来 疗愈你 因为你 没有先疗愈你自己 没有先打开那个门的话 别人跟门就进不来 一直都被你关在门外 好以上就选到这组牌族的讯息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那么也祝你们中秋节快乐 以及也希望说 你们的爱情可以越来越顺利 加油 我们来看到 选到 You 这一组牌族的朋友 在验证牌中 你目前对于爱情的期待 那这边在验证牌可以看出来说 选到这组牌族朋友你们有可能 你们第一个是比较现在对于说爱情部分 是希望说对方是比较有能力 或者是说跟你是有相同的 在同一个职场所认识的 又或者说你们两之间的生活的连结是很重的 或说是很强的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有可能 你们是希望说 自己的未来的感情 或说自己的爱情是一个来自于说 曾经所认识的人 因为有可能是你们比较不喜欢 感情上面的变动 又或说你们很 就是对于说 新认识的人的话 对于你们而言是觉得说 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你们会希望自己的感情里面 或说自己在爱情的话 是曾经所认识 或说你自己所熟悉的人 又或者是 就是你过往所认识 或说曾经交往过那种 熟悉的那样的人 也说你们其实在自己心目中是有个特定的固定 所可以去 熟悉或说比较喜欢那一类型的 你们会希望说 之后就固定那样就好 你们不想要有太多的变动 那另外一个就是 你们可能 本身自己的话 现在本身是蛮爱赚钱 或说可能在对说有钱的部分 你们是比较有安全感 那当然在对说对于钱的部分是比较安全感的人的话 通常会更希望说 自己在爱情里面的话是比较能够遇到 自己所熟悉的人 因为这样子的话才不用去重新认识 因为这样子 比较容易知道说该如何去跟对方相处 并且呢 你们也会希望说 你们自己在对于爱情这个部分的话 彼此之间都是很有话题可以聊的 会 不想要说爱情之中有太多其他要去猜测 或是说猜疑的部分 那如果说你们之间在相同的 生活圈 或者说是在同个职场的话 那当然你们话题会有更多 可以聊 或者说更多可以说 所以将会变成说 对于你而言的话 你会真的非常希望说 自己的感情是能够有这样子的 期待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同时呢 你会希望说自己的感情是可以 被别人给 推 被别人给支持 或说被别人给接受 那你会希望说彼此之间 的这段感情是在跟每个人一样是 那种 普遍大众所得知的那种的相处的模式 其实你自己本身也是不喜欢说 相处模式是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 你们会希望说彼此之间的话 那种 是可以互相照顾彼此 然后是可以 很爱对方 然后也是很有话可以聊 然后又是可以支撑着彼此在现实生活中 所需要在职场啊 或者是说 在经济上面是可以互相帮助到 对对方 这样子的 爱情的期待 的这样的相处的模式 跟状况 好 那如果说业政牌有符合的话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那么接下来看到说 月老想要带给你们什么样的爱情的讯息呢 那这边在牌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事实上月老会希望说 你们当 在面对说自己的感情的生活 或说自己在面对说感情的这个部分的话 会希望你们可以保持着乐观 是不要再抱持着那种 呃 猜疑猜忌 或者是 呃 悲观的心态跟想法 会希望说你在面对爱情的时候 你一定要尝试去相信别人 然后尝试跟他相处 然后慢慢的去看说这个人他身上已经有事 有吸引到你的优点 要不然就不会 想要让你去 愿意跟他尝试的相处 这样的一个念头跟想法 所以当你确定说这个人是 有带给你新鲜感的时候 那当然这个也不一定是会完全符合到你想要的条件 那么你可以尝试跟对方相处 知道对方的优缺点 然后再去评估再去审核 确定说对方是符合你自己所需要的 啊应该是说对方是有符合到说 你能够去接受的这个 性格 那如果说对方是真的没有 办法符合到你心中所想要的话 那么可以暂时的跟对方先当普通的好朋友就好 那接下来你还可以再去认识一下 不同的人 因为当你在对说爱情部分 你再也不要急急盈盈 或说你再也不要 那么的 那么的一直去 追求的话 或说你不要 也不要一直都在那边等待 因为有时候爱情是要 就是这边是要告诉你说 你必须要主动的追击 或者说主动的出击 但是这边主动出击也不要叫你说 一直 去做 或说一直去找 而是就是如果说当你觉得时机到了 或说有那个感觉跟缘分 就是不要太过于吝啬 就是可以主动去多认识 对方 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让你 比较知道说 你自己在爱情里面 你到底想要什么 但如果说当你真的遇到你 喜欢的人 的话 会希望说你不要那么轻易的放弃 或说可能一开始你遇到喜欢的对象的时候 不要因为对方对于你态度冷淡 或说可能对方不太理你 那你就一直 就很悲观 或说就是对于说爱情就是个 烂东西之类的这种想法 会希望说 你在遇到喜欢的对象的时候 你就现在还不要打 打草精神 就先慢慢的跟对方相处 让对方知道你的优点 让对方去熟悉了你之后 那你就是在慢慢的 一步一脚硬的去吸引到他 然后去融入到他的生活 因为这边其实盘边常常告诉你说 其实有时候 你在挑的对象的时候 他确实有符合到你的条件 或者是说 他确实有 跟你的话是有那种爱情的连结 但是好像似乎 你在对于爱情部分 的话 有时候可能有点悲观 或说有时候有点太超之过急 或说有时候你可能好像 新鲜感一过了 你可能觉得说对方好像没有 想要表示什么 你就想要离开对方 或说就结束了那段关系 但是并不是 而是当每个人 当每个人去熟悉了一段关系之后 中间版就是会有比较低潮的期间 那当你面对到低潮期的时候 千万记得 真的不要那么快离开对方 因为这样子的话 反而会对于你们的这段关系 或说对于你而言的话 会很容易去失去掉 真正适合你的人 那等到那个低潮期过了 那两人之间就是在继续的 不断的去磨合 然后去了解到彼此之间在对说爱情所在意的 点或说在意的部分是什么 再去做改善 去做调整 那这样的话 对于 你就是 或说对他 两人之间就是其实会有机会可以在一起的 所以其实在这边排面上 或说宇宙所带给你的讯息 或说越老的话 想要告诉你说 其实在对说爱情部分 你一定要尝试着让自己永远都保持 比较乐观 或说比较快乐的心态 就是不要太过于悲观 或说不要太过于猜疑 不要被 过往 的那种想法给 影响了 然后你在对爱情部分 一定要有很多 一定要有 耐心 那有耐心的话 你也必须要付出努力 因为任何的感情 或说任何的情感 并不是会从天上掉下来 或说也并不是说 别人就应该怎么样去对待你 当如果说别人愿意好好对待你的时候 那你应该要同理的 用同样方式去付出 或说去对待对方 因为就是那种 理善往来的感觉 就是彼此之间在对于爱情部分的话 他对你好 那你要同样的对他好 那一段感情一定要 要修成正果的话 这个中间 势必是一定会有一段的努力 跟一段比较煎熬的时期 因为一段感情如果说太过于顺遂 或说太容易的话 通常都有很大的问题 又或说两天其实在交往之后 一定通常会有很多的摩擦跟磨合 所以会希望说 选到这组牌组朋友你们 你要去同情调整 你们自己的脚步 然后自己的想法 或说自己在面对说 爱情的这个 思维的部分的话 你们可能要上去做一些调整 尽可能让自己保持乐观的心态 因为如果说你们一旦比较悲观 就会去因为外在的 外在因素影响到你们的心情 那么会不自觉把自己不好心情 或说自己不好情绪去压在对方身上 或说让对方感觉到 你们现在心情很不爽 或说你们现在心情 觉得很 不好 那就会去影响到你们的这段关系 所以那种情绪上面的话 是比较潜移默化的 所以这边会希望说 选到这组牌组朋友你们 千万千万记得 一定要让自己 在面对说爱情部分 要保持乐观的心态 然后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那这样让自己 能够去提升你自己本身的 能量的话 那其实有助于说 你们这段关系 或说你们的爱情的部分 是能够更加的 好 以上就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那这边也祝大家 中秋节快乐 爱情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